9月22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02万高丝的文态磁场,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4万高丝的世界纪录。 经过近4年的不懈努力,强磁场技术研究团队创新了磁体结构,优化了制造工艺,最终在32.3兆瓦的电源工艺下产生了42.02万高丝的文态磁场,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强磁场水冷磁体技术发展的新的高峰。 文态强磁场是物质科学研究需要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 文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类型,即水冷磁体、超导磁体,以及由水冷磁体和超导磁体组合的混合磁体。 纯粹用水冷磁体组成的文态磁场,它在科学实验的过程中调节非常的灵弹, 比如讲讲磁场快速升高,快速下降,给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磁场卫星,我们都很容易设置。 这满足了科学研究实际的需要。 而在这一点上,其他两种类型的磁体要逊色一些,所以它还是有自己非常重要的优势。 这一磁体的研制成功,不仅更好地满足了科研用户对快捷调控的文态强磁场的实际需求, 为科学家们探索新现象,揭示新规律,提供了强大的实验条件。 我们在强磁场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下,可以探索物质的特性,研究物质科学,包括像电子材料。 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探索低功耗的电子材料,我们也可以探索先进的能源材料, 也可以探索生命科学,比如像重大疾病的病理,在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下,我们是可以进行生物的研究, 甚至于可以在这个基础条件下,探索新药,有些新药的成分,以及它的药效。 所以它的研制成功,为我们这样一些,这么多的这个前行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台。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钛强磁场实验装置,2010年开始边建设边运行,2017年全部建成投入全面运行。 截至2023年底,装置已经运行超过60万个基石,为国内外197家单位提供了实验条件。 装置用户在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药物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了超过3000项课题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